我最后总结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草原上如果来体验的话 可以怎样去玩 刚好今天来了一个团队 我们跟随他们的交付 我带着镜头带着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那这一边呢就是他们可以骑着马 大家来了之后 可以日益的值 我要骑白马或者是黄彪马 早红马都可以 那我们给大家问问价钱 想要策马奔驰的时候 有没有保险啊或者是 都有保险 都有保险 然后我们不让你自己骑 不让你自己骑 都是我们马 不让我们牵着骑 牵着靠 就是我跟大家说过 就算是特别绣好的马呢 它可能会认生 就算前99个人骑的时候 它没有任何的脾气 特别温顺 但是偏偏到你的时候 它可能耍脾气呢也没准 这个马的脾气我们测不到 所以以防万一嘛 是是 也是对大家安全负责 对 感觉怎么样 还好吧 怕吗 那一个人好 好 遗憾的是自己没有问题是吧 就是坐了 坐了一天 还有小朋友坐了一天 还有小朋友坐了一天 好玩 好玩 吃吃吧 还听我的话呢 嗯 我说 马是七一全八十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除了马之外呢 这可以骑的 路透更安全 因为它是双峰的 你夹在双峰中间的话会很安全 不是这样觉得的 它要骑上了 它要骑上了啊 待会它就会起来了 待会它就会起来了 它都是熏好的 所以呢 就是在你面前 它会给你跪下 躺下来 哦 你看 它起的时候稍微有点 危险的样子 但是 呃 起来了之后呢 就 就很好 啊 好玩 谁动了我 那是一块马上了 哈哈哈哈 那可是真理 哈哈 不管能不能射中了 那是什么的 哇 这儿都不易了 哎呀 又也种了个 对的 现在来到了一个 因为这块呢 有一个专门的路 它是一个小沙 沙子的 那 沙子上面的卡丁车呀 还有这个 沙子摩托车 都有 哎 你来之一样 大家来之情呢 我就 带大家来体验 对 故事不来的 挺好的 这油门 给你看看的吧 没错 就 没错 他 拿回垃圾 来 我 看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